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,43岁徐若萱2014年与新加坡富商李云峰结婚,隔年生下爱子Doughton,他日前确定接演产后第一部电影《人面于红衣小女孩》外传,今有周刊爆料他自降片酬接演,是因他见到徐伟宁接连演出一、二集都获金马提名,才决定降片酬, 希望能演出自己的电影代表作,让自己更具商业价值 事实上,《人面于红衣小女孩》外传在公布男女主角卡斯前,就有风声指出徐若萱接演《红衣》系列续集,当时徐若萱出席活动,被问及此时他低调为松口接演计划,但特别解释说,现在工作会考量到能兼顾家庭,一年顶多只接一两部戏, 所以接演的戏,希望可以是挑战比较大的角色 言下执意,指他接戏主要考量的仍是家庭和剧本质量 至于徐若萱是否降价演出人面于《红衣小女孩》外传,发行商威视电影表示,演员片酬不方便透露。 徐若萱经纪公司也回应,网络上东拼西凑,以讹传讹的报道不予置评,也希望阅听大众误擅自断章取义。 徐若萱所属经纪公司将保留法律追溯权。 徐若萱 资料找